演出非常精彩 另外第57届电视金钟奖 特别贡献奖得主陈军天 还有张宗荣两人 其中国宝级电视制作人陈军天 他过去也是台式的制作人 曾经拿下金钟奖等17项电视大奖 像是一寸河山一寸血 系列中国抗日战争的纪录片 就是他的知名代表作 另外今年83岁的张宗荣 担任过制作人 导演还有演员 过去在连续剧《瑕士行》当中 饰演的男主角钱来演 也曾经风靡全台玩 我心目中的真正的艺术家 让我们来欢迎 今年的特别贡献奖 陈军天先生 推测人已缓缓走上舞台 就连张爱佳也亲自为他献身 献上有报 他是第57届电视金钟奖 特别贡献奖得主 今年82岁的国宝级电视制作人陈军天 没有新两个人 能够頒这个奖给我 就如当人说 从过往合作伙伴《伤爱家》手中 接下讲座 陈军天打从1966年 考进台式投身电视业后 陆续制作包含 十一个女人 三百六十行 论语等优质节目 一寸和善一寸血系列 中国抗日战争纪录片 也是他的代表作 陈军天曾荣获金钟奖 实际上大奖 包含李宗盛 张清芳 费玉清第一次上电视 就是参与他制作的节目 四十年前 我在这里 领了一个奖 最佳综艺节目 制作人奖 领到我为止 我的心里面 很沉重 因为我们台湾的电视 从高山上 慢慢地往下坡走 不然台湾电视走下坡 更疾呼 要电视人更努力 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一起 让我们台湾电视文化 能够走向世界 而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得主 还有他 现在我给你主题节目 我感谢是 丢中演歌曲 曾自制自导自演电视剧 叶双飞叫好又叫做 还捧红了布飞飞 张中荣在侠士行 你饰演的起来也一早更让他红遍大街小巷 掌上实至名归 就已经符合雨的波动 只有 在这边